200年未打仗,北歐大國突警告,恐暴戰爭 希臘郵輪在亞曼灣遭武裝分子劫持 陸媒衝塌不斷,第一財經再接力 台灣大選備受觸目,CNN說可能改變世界 馬雲燕新巴黎變樣了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 為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 因此持續不斷的穩定傳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夠改變中國最重要的東西 希望之星自主研發,獨創了圍繞中國周邊的 由120個短波電台組成的巨大的廣播網 這是唯一一家組合了數字科技和傳統廣播 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頻率 進行7天24小時廣播的民間電台網 我們的廣播信號擊破了中共的信號干擾 覆蓋了中國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們的廣播規模幾乎超過了所有國家級的電台 我們的義工在難以想像的艱苦的條件下 建立了這個巨大規模的短波廣播網 就是為了向中國送入持續的不斷的真實的資訊 希望之星的對話廣播完全是由民間的資源來完成 我們迫切需要資金 來維持這個承載著無數人希望的短波廣播網 你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給全中國5分鐘的真相 聚沙成塔,眾志成城 試開空中國鐵幕 啟發中國的民資 投資給中國民眾真相 就是投資中國的未來 已經維持和平超過200年的北歐大國瑞典 日前兩名國防領袖突然警告瑞典可能發生戰爭 要民眾為此做好心理準備 引發社會恐慌和批評 請你報導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瑞典公民防衛部長波林 7日在瑞典公民組織社會與國防論壇年會上表示 瑞典可能發生戰爭 瑞典國防最高指揮官巴登後續支持波林的說法 呼籲所有瑞典民眾 應該為可能發生戰爭做好心理準備 兩位軍方領袖有關備戰的言論 引發瑞典社會恐慌和韃哥 瑞典前總理安德森痛批 儘管瑞典的安全局勢嚴峻 目前就等土耳其和匈牙利批准 就能夠加入北約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瑞典上一次陷入武裝衝突是在1814年 對象是鄰國挪威 二戰期間瑞典始終保持中立 巴登後續接受瑞典晚報訪問時表示 他這番話的目的不是要令民眾擔憂 而是要令更多民眾思考自己的處境和責任 波林亦強調他的目的不是要令民眾無法入睡 而是要令民眾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他呼籲地方機構緊急計劃人員和個人有所因應 他在論壇上表示 如果有件事令到我徹夜難眠 那就是事情進展得太慢 BBC評論兩位瑞典軍方高官的言論被視為警鐘 芬蘭目前已經加入了北約 俄羅斯先前警告 如果與北約的衝突升級 芬蘭將會是第一個受苦 瑞典國防專家喬森評論 兩位軍方領袖的言論類似於茶壺裡的風暴 當中90%源自於民防和軍事防禦做得太少的挫折 喬森說 瑞典軍隊很有實力但規模遠遠不夠 最新的國防法按計劃建立三個伴侶 相較之下 烏克蘭和俄羅斯開戰時已經有28個女兒 他說時間有限 兩位軍事領袖的發現 是對機構、個人和部門敲響警鐘 一個月前 波蘭國家安全局局長西維拉警告 為了避免與俄羅斯開戰 位於北約東翼的國家 應該在三年內做好對抗的準備 英國海運貿易組織1月11日警告說 一群蒙面的武裝分子 未經授權在位於阿曼港 登上一艘希臘郵輪 並迫使郵輪改道 隨後伊朗官方通訊社IRNA聲稱 在法院授權下 伊朗海軍在阿曼灣扣押一艘郵輪 這是一系列阿曼灣郵輪租劫事件的最新發展 請聽報導 據中央社報導 英國海運貿易組織UKMTO1月11日發文表示 當日上午7點30分左右 四五名蒙面武裝分子 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 在阿曼蘇哈爾 登上了一艘 懸掛馬兆爾群島國旗的 希臘籍姓尼可拉斯號姓Nikolas 隨後該郵輪和外界的通訊聯繫被撤斷 該郵輪被逼改向開往伊朗的賈斯克 英國海運貿易組織建議 郵輪在穿越阿曼港時要謹慎行駛 並將可疑現象匯報給英國海運貿易組織 英國海市安全公司安布雷AMBRI表示 這群人在劫持郵輪時遮住了船上的攝影機 另外一名安全人員通報說 在電話中聽到不明身份人士和船長交涉的聲音 總部位於希臘的郵輪管理公司 帝國航運公司Empire Navigation在聲明衝說 這艘郵輪載有19名船員 其中包括18名菲律賓人 一名希臘人 郵輪改道後 該船和總部的通訊聯繫被切斷 但是隨後 伊朗官方通訊社發文稱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海軍 根據法院命令 在阿曼灣水域扣押了一艘美國郵輪 外界不清楚為何伊朗稱 扣押的郵輪是美國的郵輪 近一個月來 多家六回連續衝塔 意思是不謂打壓 衝撞當權者 可謂前腐後繼 最新一次是第一財經 1月10日發表文章 凌晨路邊等活的農民工 這個文章也很快被刪除 請看報道 文章講述了鄭州最大散工勞務集散地 樓灣農務市場上農民工的現狀 每日凌晨4、5點這裡就站滿了人 張宗是化名 和另外幾個老鄉一起租住 平攤每日每月100多元人民幣的房租 張宗一直在寒風中暫立 到下午6點多 只等到一個工作機會 是站在一個33層高樓外的吊欄裡 為工人傳遞外場保溫用的硬面板 他擔心家裡的子女 所以不敢冒這個險 但這個工作很快就被其他農民工接了下來 張宗表示他現在就剩下87元1號以 如果明天都找不到工 自己連吃飯都成問題 當被問及為何不去工地上找長期工 他說擔心被拖欠工資 一年前 他做了差不多半年被拖欠了2萬多工資 至今仍然無法拿回 文章說 不少在樓灣農務市場找工作的農民工 都有被拖欠工資的經歷 張宗在2023年上半年賺了3萬多元 本來想等到過年回老家做小生意 結果老父親8月份老耿住院 賺的錢全部變成醫藥費 來自雙休的老小 以每天10元的租金 住在寒冷的板房裡 已經一個多星期一直沒有找到工作 他準備到附近一個快递分簡站上夜班 做一晚能夠賺130元 據報道 往年在工地上做鋼筋工、刊工、木工 這種技術工每天可以賺350元 現在工價已經跌落到180元 相信第一財經早已經知道這篇文章 傳媒不會很久 因為三日前 網易在B站發布同樣題材的影片 如此打工30年就迅速被刪 所以顯然第一財經是故意衝塌 近來陸媒類似舉動不斷 除了上述第一財經和網易的做法外 財新2023年12月25日刊出年終社論 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 暗批習近平誤黨誤國被下架 2023年最後一日刊登 2023年終有一別專題 盤點當年離世的重要人物 第一個就是以外死亡 引發議論的中共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 被指為習近平添賭 該文也是很快被刪除 第一財經今年1月4日還刊發了一篇題為 最好的承諾是放手和放權的社論 被指呼籲習近平放權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國軍在精英論壇節目表示 鄧小平改革開放基本上只改了經濟體制 而政治體制基本沒有改動 所以中國形成了北京的政治控制 和上海的經濟自由兩個派別的對立 而這些衝塌行為本質上代表了兩個派別的對抗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今年這場總統選舉可能改變世界 但不是在美國的大選而是台灣 請聽報導 CNN報導說 台灣13日將舉行總統和立委選舉 選舉結果造成的影響將無遠忽界 中國領導層正密切關注這場大選結果 到時如何回應台灣選民在這個週末所做的選擇 將考驗北京和華府能否控制緊張局勢 還是走向進一步對抗甚至衝突 CNN報導中簡介三位台灣總統候選人 以及美中台關係 報導提到 雖然幾乎沒有專家預測共軍即將犯台 但北京有很多方式表達不滿 包括透過軍事演習展示武力 進一步暫停和台灣的貿易關係甚至封鎖等 這些行動可能會走得多遠 以及美國和盟友如何反應 將受到全世界密切關注 尤其世人早已因歐洲和中東多處衝突感到緊張 美國正試圖穩定和中國的緊張關係 防止競爭演變成衝突 報導說 不單止台灣將舉行大選 美國11月也將舉行總統選舉 到時勢必會受到台灣新領導層 和台灣2,400萬人民密切關注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近日被網民發現 現身法國巴黎 請提報導 據微博帳號 電商報1月11日微文透露 馬雲現身在雲集眾多頂級奢侈品牌的 法國巴黎蒙田大道 從照片上看 馬雲換了個新髮型 髮白的商品被橙青 但髮根仍然顯得灰白 而眼角的魚美紋亦頗為明顯 面上少了以前意氣風髮的神采 只有59歲的馬雲看起來蒼老了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 阿里巴巴是2024年巴黎運動會的15間最大的贊助商之一 該鐵文引發網民的關注 有些網民紛紛留言 頭髮亦白了啊 馬雲現在為何好似越來越好似小馬雲了 馬雲短短兩年間 一下子就覺得老了很多 從小馬到馬種再變回小馬 老馬啦 人就是這樣 心氣高了 雖敢依肉食 但回憶起來 都是痛和孤獨 也有些網民替馬雲慶行 馬雲是全身而退 軟著老 皮帶只是許家人 就是直接逼降 跌得欺難 一個時代的借網 這樣到處玩玩挺開心的 只是再也沒有那種可以指點江山的感覺 支持老馬在國外不要回來了 去年底中共央行公告宣布 同意支付寶變為無實際控制人 與此同時 螞蟻集團旗下包括恆生電子、國泰產險 也同步變更為無實際控制人 1月2日香港聯交所權益資料披露 馬雲和其他三名螞蟻集團一致行動人 井賢棟、蔣芳和胡曉明 已經在去年12月28日 將六隻港股權益清零 包括縱安在線、浮博集團、有保在線、 維天雲通、雅士維和亞博科技 一年前馬雲放棄了螞蟻集團的實際控制權 今天的新聞報導到此為止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